我走去拍眼睛 顺便给大家 评集一下那个帆船的礼仪 这个是一个41.1 也算一个雄航的帆船 算是休闲的 只要关系到船 它是一个移动的领土 北京主人的邀请 或者是主人答应 哪怕码头上停再多船 你最好也不要上了 因为它有一个后尾板 比较矮一点 它这个是收起来了 那我们也就不要打开它了 我们就朝侧面上 这个是一个软锁门 就是大家一定要朝 软锁门上上 怎么上 我这个脚刚洗了 还是不要三心二意的上 因为这个旋还是挺高的 也有有旋凳的地方 这个没有旋凳 那海上的它晃得很厉害 不要抓这种绳子上 因为你不知道这种绳子 它后面锁不锁 可能你就朝后边就掉掉了 尽量这么抓住 这个有点宽的 上来 上来以后 比如别人再上来 你再接它一下 因为这个甘旋 你朝远处看 可能觉得这个船很小 但是这个船旋很高的 这个就是原来有一对美国的夫妇 在太平洋上环球用帆船 那我们上来 我们看看这个41.1 都有多豪华 来吧 后边呢 是一个双舵的 然后这个船呢 就比较适合于 算是适合亚洲人 它这边也有一个斜脚态 大风的时候船倾斜了 知道吗 它是一个唯独辅助你战阵的 这么一个 像我这种身高 如果它再就是下一点 那我就很吃力 就是等到船整个倾斜的时候 我很吃力 而且它这个舵也比较矮 前面这个是一个飞水舱 它是软的 加了一部分硬的 因为硬的是要做阻疗的滑轨 它是固定这边的 也有绑筋 这个是一个螺筋 有两个舵 大家看到哪个是主舵 那个是主舵 为什么它是主舵 就是所有的发动机 还有所有的数据 基本在这边 然后这个是档位 只有升起翻来 这个时候就不分主舵跟副舵了 就都是主舵 剩下双体的赛翻 它是两边都设置了这个系统 这边是有两个水杯 看到了吗 这边有侧推 一般稍微豪华一点的船 41尺或者41.1尺 它必须要有侧推 为什么呢 就很多的这种港里头 你没有侧推是进不来的 发动机都是这么转 然后呢 偶尔船太大 它进不来 所以它要有个侧推 就是让辅助它来 更好的停进去 这些都是仪表 这个就是个凳子 整个的后边 这个是连接起来 我们看看它的桌子 它是一个功能柱 然后里头有两个舱 有的这个里头放冰块 也没有问题的 它是有保温的 为什么 很多人喜欢这样的床 看到了吗 把它放起来 你知道吗 就能开派对了 还有两个舱位 剩下吃饭呢 这样的去吃 然后吃完饭 开始航行的时候 就把它收起来 就是很简单 一按 就把它又放下来 来我们进来看看 他们的这个窗里头 窗里头 好崭新啊 我们右边是厕所 左边是一个 这个等于是水手的 休息的地方 一般船长的睡在最前面 当然大家基本上 不会去房间里睡的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房间 因为如果说按雄航的话 开了发动机 这边很吵的 如果航行 大家是会睡的 看到了吗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的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一般人都是不知道的 这个是有两个锁啊 这个首先是打开 打开以后 把把手 向这边拧 打开 好 这个就是进水 好 这个锁好 然后 这个就是锁上 一定要记住 用完了以后 一定把两个锁都锁上 有的时候 大家都是忘了锁 忘了锁就会有一个问题 整个的洗手间里头 连你吐的 但不是你吐的 都会 反水进来 所以在船上上车锁 知道吗 也是个高级活 你盖 好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冰柜 这个冰柜 是很大的 大家都是在这边吃饭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底下是一个烤箱 上面是一个微波炉 但是你说船不平的时候 它能不能做饭 能 它是像不倒温一样 它有一个 我们把它的开关打开以后 它就是看 就是它会晃悠的 陀螺仪 晃悠的 这个不用的时候 也是关起来的 然后它是水池 它都当面池用的 这个就有意思了 这个就很高级 这个是谁用的 这个是船长用的 这个就是船长的日制台 底下要有航海日制 丢垃圾的日制 所有的日制 这个是一个中控台 中控台 他们现在贴了什么空调 所有的东西 后边是揭开这个楼梯 底下就是沃尔沃的一台发动机 因为基本上高级一点的船船 都是用的沃尔沃的发动机 这就是红酒柜 但放大红酒的 但一般没人往这边放 最高级的来了 当当当当当 这个就是主卧 船长的 船长的卧室 看起来是不是比较大 你看它的柜子是不是都比别人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